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ie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50 1.4 Summer Lux 它有 一代 二代 PA 和AIR SPREACH版本 我由一代開始 一代 它絕大部分是銀色的 它這支鏡是比較 濃郁的顏色 相對來說 這支鏡之中 它也是軟一點 散景是 有少少 螺旋 倫撞的散景 拍攝的時候 比較有趣 也有老味道 這支鏡 因為它是第一代 早期 它有一支是 螺絲蝦 螺絲蝦這支比較 罕有很多 我幸好有這支 給大家看看 接下來這支是 第二代 第二代 絕大部分是黑色的 銳利度 有增加到 但外觀 其實一二代 是相當接近的 跟著這支 就是 ASPH 即是說 ASPH 之前那一款 這支 是 淡色一點 但 有一個 好的地方 就是 它的最近對焦 是縮到 0.7 有時拍攝 小品 或者拍攝 近一點的東西 這支 是比較方便的 還有 留意到 遮光罩 它是 伸縮 沒有那麼 類聚 而且 也方便 不用帶遮光罩 出去 這個就是 PA PS Vergo OK 到 之後 這款 就是現在 現行版本 AASPH 版本 這支 也是一樣 是伸縮 但這個伸縮 又作了 少少的改良 就是 它又可以 扭一扭 順時針扭一扭 它 會鎖住 不會 縮進去 放回頭 又可以 這個方便 最近對焦距離 都是 0.7 這支鏡頭 顏色 比較濃厭 還有 contrast 高一點 還有 Sharpness 也增加了 銳利度 增加了 其實 這麼多支 你要 仔細去研究 慢慢看 才能分別到 它們 細緻上的 不同 在畫面上 至於 價錢方面 大約是 由第一代 一萬多元 到現在 兩萬多元 的價錢 也要看 成色 即是 condition 以及 齊不齊包裝 以及特別版 價錢 可以變化很多 鏡頭 給大家介紹 外觀 一般的表現 細緻上 我們可以再看一看 我想剛剛說的 應該還未夠後 現在我們再看看 首先我們由第一代 開始看看 例如說 人像方面 主題 其實它的立體感 都很足夠 例如說 這個 模特兒 穿的皮褲 雖然是深色 或者有少少 Outflow 它這個位置 但是 其實它的細緻 立體感 哪個位置是 起 哪個是伏 這個是很細緻 這樣看得出來的 背景的散景 都是 波波撞的 好像這個 這樣 在輪撞 某些情況下 情況會更加厲害 更加誇張 好 第二章 看到 那個過度是很漂亮的 其實還有 背景 有少少 是有 旋轉的 但是並不會 誇張 因為當時是 手磨 變成 那個 物理慣性 在 散景的時候 會有 輕微的 反映出來 這個是 用了 引閃 即是 飛燈 去玩 這張照片 你看到 背景 散景 是很漂亮的 小輪狀 小輪狀 主題 也很清晰 這個是全開光圈 1.4光圈 看到那個過度 對焦的位置 是這裡 中間的單車 在這裏 中間的單車 看到前景 一直到後景 那個變化 是很 滑 很順滑 也很自然 看上去的照片 很舒服 這個是 地鐵 英國的地鐵影 會看到 顏色很濃厭 尤其 三元色 紅色 是很出色的 這個顏色 是很出色的 這個是 收了光圈 大約是8光圈 其實它的細緻度 就出來了 你看到 上面的一點點 其實不是塵 其實這些是 小鳥 鷹或者小鳥 是很細緻的 是很細緻的 天上面的雲 其他的細節 亦都是表露無遺的 這個是用在240那裏 認的 好了 這個就是 當時看見的環境 和現在拍出來的畫面 是一樣的 燈光 那些瓶的顏色 都是金閃閃 還有藍 紅 這些是很漂亮的 當時我看到這個情景 就忍不住拍下來 效果和我眼看的 是一樣的 我覺得 很吸引 這個畫面 這個是街頭的一個 公仔 Betty 你會看到 衣服 紅色 細節 立體感 全部都出來了 或者我們放大一點 看看 其實 如果對焦對得準的話 其實 結像 都很紮實 這個街頭有個單車 我看到藍色 很吸引 我忍不住拍下來 效果都很漂亮 這個大約收到2.8光圈 整個單車都是清晰的 立體感 單車的圓柱的位置 立體感是很強的 OK 這個海旋門 海旋門這裡收到5.6光圈 細緻的位置 都很清晰 譬如說 雕塑 還有一些小的雕塑 還有一些小的雕塑 還有上面看到 是有些人在上面 這個就是用了閃燈 都是非燈 因為當時那個環境 是有些霧水打出來的 那射燈打到霧水裡 就把一點點的細緻 記錄了下來 這個就是第一代的大致上 的表現 OK 我們看看第二代 第二代 第二代其實你會看到 是會比第一代的 是會比較鮮明一點的 比第一代來說 細緻度 比較鮮明一點 例如看頭髮 都看到很細緻 顏色也很漂亮 雖然這個 是 當時是用Sony A7去拍的 但是拍出來的效果都很不錯 因為 鏡頭是最重要的 入光那一刻 是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 之後搞極都不行 這個也是 這個 第二代加這個 Sony A7去拍的 因為可以有反螢幕 可以低炒一點點 令到效果 角度比較特別 這個 我是刻意對著 有一點背光 液光 看到 它其實不受太陽 強光的影響 有很多的Fair 看到其實 後面的散景 都是很漂亮的 很結實的 鳳眼一樣的鱗片 波波 而主題也是Sharp的 衣服的細節 頭髮 都交代得很清楚 這個是加240影的 都是同一個setting 這個更加是對著陽光 有一點點光 有一點點光 特意做出一些特別的效果 你也看到 它不會因為背光 人面是很黑的 都沒有這個情況 很多時候容易 背光 變成面 黑得很厲害 但這個又沒有 就算衣服的質感 和細緻 都交代得很清楚 這個也是背光 特意向著光位那邊拍 它也有少少 好像彩虹那樣的 耀光 但是這個不誇張的 很少的情形之有感 其實是生動一點的 不要那麼悶 這個就是收了光圈 影響大景 玻璃幕牆的大廈的細節 都看得很清楚 這個是中環石板街 當時也是太陽在山那邊射過來 這個是靠早期的 現在可能會少了這些情況 因為起了大廈 就沒有了這一層的光 當時是 大約是三點多鐘 也都看到有少少入光的情形 但是不明顯的 也都不會影響我畫面 也是有入光的位 因為在同一個地方石板街 當那個位置沒有入光 你看到人的面容 是很細緻的 不會說有fair 其他地方 就襯托出來 更加一個主題 是 枯枝欲出 這個就是 第二代鏡頭的效果 第三代其實就叫PA P Aspherical 這個在夜晚街頭表演唱歌 拍了一個人物 而後面 散景位置 又是點點輪光 連這裡 中銀也看得很清楚 是勾畫了大廈的樣子出來 中銀很容易拍了 顏色各方面都表現得很好 這個用Monocone拍的 黑白 當時已經很黑了 因為Monocone可以推 ISO推得比較高一點 就問題不大 沒有很大的響音 但是氣氛就很棒 這個是在迪士尼那邊 上面有些芒草 襯托後面有個人物經過 整個畫面就很生動 氣氛也很好 這個是室內的 室內就用了電影燈 是打造照明 好像有個Spotlight那樣 看上去就挺有趣的 略為光 因為是烏絲燈 燈膽來的 那些光會偏黃了一點 但是你那些拳套的紅色那些 全部出得很好 比如說那條褲 那些立體感 哪裏炒了哪裏摺了 完全是交代了 那這一支鏡 其實它最近對焦 是比之前一二代 是近一點的 變了可以對得近一點 那散經也相對來說 是變化得多了 厲害了 那你看看人物 放大一點看看 是比之前一二代更加銳利一點 細緻的 OK 都是我標準喜歡拍的地方 就是在樹底低炒上去 那 出了很多片片鱗 這個是很喜歡的效果 來的 這個稍為老一點的鏡 很多時候都有這樣的情形 這個用了是Monocone 這個也是加Monocone 拍出來的效果很細緻 這個是收了光圈的 看到很細緻 這個光暗的變化 很細緻 很細緻 OK 到三款講完了 然後這一款是ASPatch 即是現行版 它這支就是 在四支之中最銳利 也是反差最高的 很細緻的 散景和之前的三支都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是屬於creamy的 好像棉花糖 軟綿綿的散景 立體感也很足夠 小松鼠這個公仔 看到它的立體感也很強 這個是迪士尼那裏 兩個主題人物在這裏 很出的 剛剛它穿的衣服比較鮮 和淺色和白色 在這麼多人群之中 是很突出出來的 更加可以 因為它這個ASPatch的原因 更加是Sharp OK 這個是普通日頭 就算是有太陽曬下來 那個反差 雖然是離開的 但是就不會 沒有因為 例如說面部太光暗 就出得 沒有細節 是依然有細節的 就算是一個黑位的衣服 那個光暗影 都看得很清晰 這個也是同一個場景 這個是在馬灣的舊區那裏拍的 這個是開大光圈 特地我拍這個舊的跌他 這個碎片 看那個光的漸漸的變化 和軟近的變化 比較順滑 這個最近對焦 0.7的時候是對的 氣氛也不錯 這個是大景 收了光圈 收了光圈 大致上其實幾支鏡頭 有自己的特色 你自己喜歡哪支 哪個口味 你適合自己 你自己去逐樣去試 一時間幾張相片 未必表達到所有的 鏡頭的特色 但基本上 你心中有個概念 知道這支鏡頭拍出來 是怎樣的 你自己心中有個數 如果你說 我都不太知道應該選什麼 不要緊 你上來我們公司 我們逐支給你試 可以再看之前的相片 有更多的相片可以看的 如果你希望看更多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不斷拍不同的影片 去介紹攝影的產品 多謝大家收看 歡迎收看